我感覺我好興奮喔 這是我第一次玩每次 不算限制的畫畫 可以很自由的創作 這次是直接用手觸摸到 就會覺得有不同的感覺 你手去摸到那個觸感 會有點感覺 就是感覺會很不一樣 打破對藝術的既定印象 每個人都覺得好玩極了 沒有想到創作是如此自由 旅畫藝術家也是基於女兒御嘉芳 將法國藝術家Bakela 引接到正兵國小 帶孩子進入抽象畫世界 希望就是剛才說打破框架 然後打破世界 怎麼去創作的這個過程 是不一定要用畫筆喔 我們現在是用心 用身體去感受內心的感覺 另一種創作的方式 還有創作完後的鑑賞 讓孩子的創意更能戰翅飛翔 透過這樣子的交流 我們台灣的小朋友 跟法國的藝術家 有這樣子的互動 帶來不同的創作方式 那麼我們在講所謂的跨國啊 國際啊 其實就是從這種 生活中的點點滴滴累積而來 小朋友你們喜歡嗎 她喜歡 將創作完的作品重新拼組 又成了另外一幅全新創作 孩子們繞行分享 感受藝術創作的自由美好 美食 記者蔡小鈞采訪報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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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